我有两只猫,然后这是大哥,他叫Oreal,现在已经两岁了,他是美国短猫猫, 因为它的毛色的关系,所以我决定叫它Oreal,然后还有一只猫叫豆腐,豆腐大概是我一年前收养的,它是一只布偶猫,它叫豆腐的原因是因为它软绵绵的,而且是白色,然后豆腐和Oreal都是我比较喜欢的食物的名字。 我的第一只猫叫Molly,它现在已经11岁了,叫Molly是因为我领养的时候,它本名就叫Molly,大家都说领养代替购买, 然后就是在Facebook上找到一家Shelter,然后去见了一下,然后觉得哇,好喜欢,好可爱,就领回家养了。 就是猪蝶,吃一只猫猫,它马上就要两岁了,为什么叫猪蝶呢,因为猪蝶很好吃,我也很喜欢吃猪蝶, 狗狗叫渣男,它现在是一岁半了,我给它起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每次出去遛它的时候,它都要疯狂地往女生身上扑,所以我就叫它渣男。 我在大学里面养猫的原因是因为我出国也是一个人出国,就是在想家的时候可能会希望有个小动物来陪陪自己,所以就决定养Oreal。 但我养第二只猫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如果不在家里的话,一只猫也会落单什么的,所以我就养了另外一只,来相当于互相做个伴嘛。 其实养了小宠物之后,有很多它们的举动都会特别戳我,如果你特别孤独的时候,或者特别伤心的时候,你可以抱着它们说说话。 我一直都很喜欢狗狗,然后因为我家人不太想让我在家里养狗,所以我就一直想如果我自己一个人住了,就养一条狗。 最近最深的印象可能就是我每次上厕所的时候,它们都会在我卫生间门口等着我,因为对猫来说,卫生间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,它们害怕我也会有危险。 比如说每天回家,猪蹄都会从沙发上一路冲过来迎接我,到门口来迎接我,就很可爱。 大学以来养猫的最大困难可能就在于假期,因为我是个国际学生,然后一年回去的时间要长达四个月,所以要找人帮助我养它们的话,可能需要点事。 困难就是be responsible,就要一直对它们负责。 就是养了一个孩子的感觉,就它有时候乱拉屎乱拉尿的时候,就真的就是好烦,就想把它扔出去,然后有时候骂了它,或者让它罚转,之后它就会可怜巴巴地在那看着你的时候,觉得它很可怜,就是像自己小孩子一样。 Good night! Good night!